经过数年的市场洗礼,众多资深投资者逐渐领悟到,长期投资的成功,不仅取决于深厚的金融学识,更关乎于稳健的投资心理,细心观察周遭,你会发现那些在股票市场中持续获利,收益最为稳定的个体,并非仅仅是最擅长公司分析的专家,而是那些在投资心态上展现出非凡成熟度与深邃洞察力的智者。 这深刻揭示了一个真理,投资心理对投资者财富增长的重要性不容小觑,要准确地识别出投资心理上的偏差与脆弱点,首要之物在于就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投资,有时对自我的认知甚至比对投资市场的了解更为关键。 行为金融学领域中,有一套广受专业投资顾问赞誉的理论,被视为获取超额收益的金科预律,它便是Behavioral Alpha Approach,简称BA Approach,结合BA理论的专业视角。 我将为读者呈现一套行之有效的投资体系优化方案,旨在促进您的投资决策更加成熟稳健,进而收获更加丰厚的投资成果。 在Behavioral Alpha Approach的框架下,投资者被细分为四种典型类别,几乎覆盖了绝大多数散户投资者的性格特征与风险偏好。 这一分类体系不仅能够精准识别各类投资者的行为倾向与心理弱点,还提供了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,以助其克服局限,优化投资策略。 一、Active Accumulator,AA类投资者,以其超群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激进的投资风格著称,他们对自己的决策充满信心。 这份自信有时却源于缺乏依据的直觉,从而引发过度自信的偏差。 这种偏差在人类进化史上或许有益,有助于展现个人魅力,提升生存与繁衍机会。 在现代社会,自信亦能促进职业与社交领域的成功。 然而,在投资领域,过度自信则可能成为绊脚石,导致一系列问题。 过度自信偏差的后果,AA投资者倾向于高估自身解读市场趋势的能力,坚信自己的判断无误,从而频繁交易,快速做出决策,忽视了深思熟虑的重要性。 他们往往不愿听取外界意见,轻视专业知识,对专业人士持怀疑态度,认为建议要么别有用心,要么肤浅无用。 最大的弱点在于,他们倾向于过高估计投资回报,同时低估潜在风险。 当风险降临,实际损失超出预期,心理打击沉重,部分人可能就此退出投资市场。 AA投资者的典型行为,骄傲于牛市中的账户增长,热衷于分享投资胜利,却忽略风险控制,追求高额回报,轻视稳定收益,频繁交易,以捕捉短期波动,抵触资产分散,风险管理和价值投资等专业建议。 解决方案,经历市场周期,经历一次完整的市场周期,尤其是熊市的洗礼,有助于重塑对市场的敬畏感,促使投资者反思并完善投资体系,主动学习与总结,定期回顾失败交易,分析失败原因,无论是对趋势的过度依赖,还是对风险评估的忽视,以此为鉴,提高警惕,防止重复错误。 尽管存在明显弱点,AA投资者在经历了学习与成长后,往往能够成为表现卓越的投资者,对于此类极具进攻性的投资者,保持谦逊与市场敬畏,深入分析失败案例,将是通往超额收益的关键路径。 2. Independent Individualist 相较于AA,AI类投资者展现出较低的风险承受水平,他们的显著特征是倾向于长期投资,偏好独立思考,且性格保守。 自尊心强,AI投资者倾向于自行研究与决策,但他们对新信息持怀疑态度,甚至本能地排斥,表现出对既定观念的固守。 代表性偏差是AI投资者的核心行为偏差,他们倾向于用过往的经验来解释新情况,认为过去表现优异的股票未来也将持续如此,忽视了市场环境与企业状况的动态变化。 AI投资者的典型行为在投资决策时表现出犹豫不决,即使面对明显趋势转变或公司基本面变化,仍坚守旧观念,拒绝调整策略,倾向于等待市场变化清晰可见时才采取行动。 此时,市场通常已充分反映这些变化,措施最佳时机。 我们身边的AI型投资者实力,许多投资者在意识到市场板块轮动趋势后,仍固守成长股,对价值股的潜力视而不见,这是代表性偏差的体现。 即便市场趋势已明确转向,AI投资者依然沉溺于过去的表现,无法迅速适应新环境,解决方案,拓展信息源,主动寻求与个人观点相左的信息,培养批判性思维,学会合理质疑自己的假设。 关注市场与公司变化,当市场趋势或公司基本面出现变动时,应积极收集多方观点,丰富决策依据,加强交流,与不同类型投资者沟通,拓宽视野,减少认知偏差。 AI投资者需认识到,市场并非静止不变,固守成规将措施良机。 通过增强信息的多样性和开放性,AI投资者能够克服代表性偏差,做出更加灵活与理性的投资决策。 3. Friendly Follower FF投资者在散户群体中最为普遍,他们倾向于倾听并采纳他人的建议,缺乏坚定的投资立场。 这类投资者的显著特征是对周围人的信任,易于受到市场趋势的影响,常常追随热门股,追求快速盈利。 FF投资者在买入后往往缺乏自信,反映出其风险承受能力低于AI投资者。 当风险显现,他们容易做出冲动的决策,而非基于理性分析。 FF投资者的典型行为亦受他人影响,盲目跟风,追逐市场热点,甚至倾其所有投入单一热门股票。 担忧措施任何可能的暴力机会,即便明知风险巨大,也会因害怕错过而参与其中。 FF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的问题过度乐观地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,忽视投资风险。 尤其偏爱高风险的热门股或暴涨股,如近期流行的Meme Stocks,过分专注于潜在收益。 轻视资产分散化原则,可能全仓押注于个别股票,追求极限收益,使用杠杆放大投资,加剧风险敞口。 解决方案,风险意识优先,在投资决策前,首要考虑风险因素,确保投资在风险可控范围内进行。 审慎抄作业,听取建议时,应首先评估投资是否符合个人风险偏好与承受能力,而非单纯追求收益。 系统性学习,FF投资者应当投入时间,系统学习投资知识,建立全面的投资体系,克服认知偏差,提升投资决策质量。 FF投资者因其灵活性与学习潜力,拥有显著的成长空间,通过深入了解风险与收益的关系,掌握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技巧。 FF投资者能够显著提升投资表现,实现稳健的财富增长,加入专业指导的学习平台。 如美投军的会员频道,可以获得定制化的知识资源,加速投资技能的提升,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。 4. Passive Preserver PP投资者在四类投资者中拥有最低的风险承受能力,他们极度规避风险,对股票投资持有强烈的抵触情绪。 PP投资者通常更注重资本的安全性而非增值,这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稳定性的追求,以及对家庭财务安全的责任感。 鉴于主要收入来源为固定工作,他们不愿承担任何可能导致财务不稳的风险。 PP投资者的特点与挑战,他们倾向于信赖亲近的人的意见,对投资持谨慎态度,将其视为赌博而非财富增长的手段。 对于已经涉足投资的PP投资者,其核心行为偏差为损失厌恶,即同等金额的损失带来的负面情绪远超等额收益的正面反馈。 面对投资损失,PP投资者可能过于执着于回本的幻想,而不愿及时止损,导致账户充斥着亏损股票。 同时,他们也容易错过锁定盈利的机会,解决方案,寻找信赖的导师,寻找一位具备正确投资理念且受PP投资者信赖的引导者。 通过其成功经验消除PP对投资风险的误解,调整心理框架,对于正在投资的PP,应许会从未来收益的视角重新审视投资组合,而非均逆于过去的盈亏,以理性判断决定持股与否。 到这里,BA Approach的四类投资者就全部分析完了,相信你一定能从中找到一些你自己的影子。 如果觉得自己被说中了,欢迎各位读者在评论区里告诉我,这一个文章也许无法解决你投资心理上的全部问题,但如果能够激发各位的思考,就已经足够了。 希望本期文章能够让你在研究公司和市场之外,找到另一个角度去提升自己的投资收益。